拍张 一二三 曼谷2018台湾电影展开幕片 只要我长大 是台湾第一位原住民女导演 陈杰瑶的作品 描述三个山上长大的孩子 各自有不同的生活课题 今年台湾电影展 精选八部台湾电影和两部泰国片 台湾导演赖国安和侯继然 特地赴曼谷和观众交流 我这次带来的电影是40年 是一个纪录片有关于台湾 70年代很重要的民歌运动的这段历史 那很希望这边的观众 有机会来看这个片子 那因为我的电影还没有在台湾上映 就是今年三月中才会上映 所以能够在泰国先跟泰国的朋友们分享 我觉得是很棒的 一连七天的放映活动 促进台泰文化艺术交流 首场放映就吸引许多侨胞和泰国观众 文化是最容易拉近台湾跟泰国人民之间 最亲近的一种方式 那当然我们希望让泰国朋友 更加了解台湾的文化艺术 也更加了解台湾的生活 以及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方式 也能建立更多的友谊 今年放映的其他台湾电影 还包括《一路顺丰》、《抢尼凯克》、《清田街一号》 和《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等台湾电影 带给泰国观众满满的宝岛电影饗宴